鴻海行动通讯事业现在也有大动作了 成功获得了对岸电信市场的相关执照 也成为国内第一家进军中国大陆电信市场的业者 电信业者拼4G广告打得不可开交 主打未来行动生活就是要拉台用户数 鴻海集团旗下亚太电信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台 不过海外行动业务也传出获得重大突破 成功拿下中国大陆工信部移动转售业务执照 成为国内第一家正式进军对岸市场的业者 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投资十年才磨一件 我们这十年来磨了很多件 那今天不在于本业 我们本业我告诉各位保证 我们往后十年绝对是连续一定会连续成长 简单来说透过旗下富士康接手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门号销售 以及数据流量管理等加值服务 能够进一步扩大鸿海两岸电信版图 8月营收来到2750亿元 月增5.7% 大家都开始用数据说 哎呀我已经有5万物了 我有10万物了 然后这些东西赶快开台赶快换成4G 一绑绑一绑两年 将来你要换成我的你都没什么后悔 中华电信 我在跟大家保证 我们会全力以赴建设4G的网路 覆盖率 我们会加速进行任何技术的发展 让我们4G可以更领先 竞争对手中华电对外喊话 维持领先优势 8月业绩公布 营收185.6亿元 EPS0.37 远传美股获利来到0.33元 台湾大则是以0.46元 蝉联电信获利王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